台湾带用课程协会 透过四位艺术家和三位策展人携手 以艺术教育展现花莲人的勇气与力量 由花莲封兵部落 瘫痪勇士金庚宏 文化新传长得主沈亭县 摄影师阿姆·伊达·路斯 马耀以及摄影师吴春梨等四位艺术家 呈现艺术与建议生命交融下产生的动人力量 2020品味花莲的蓝就在美术馆展出 2020品味花莲的蓝 是由花莲封兵部落瘫痪的勇士金庚宏 与花莲县文化新成长得主沈亭县 还有摄影师阿姆·伊达·路斯·马耀 其摄影师吴春梨等四位艺术家联合展出 同时透过了陈兴廷、许淑英 还有陈士贤三位策展人 让这次展览呈现出 艺术与建议生命交融下所产生的动人力量 我们这次的展览四个艺术家 三个策展人其实都跟花莲有关 不是像金庚宏呢 四十五度角画家 他就是画跟花莲有关的蓝天蓝海 然后教他画画的另外一个艺术家 沈亭县老师 他这几年也画一些太鲁格蓝加香蓝 那因为其他两位摄影师呢 都是长期在拍摄金庚宏的 那不是拍庚宏呢 就是拍他家旁边的 或是附近的海边 所以因为这样子四位艺术家 我们取名为品味花莲的蓝 虽然我们一开始起心动念呢 是跟工艺有关 因为他全身瘫痪嘛 所以我们在五年前待用课程呢 开始找艺术家有系统的一对一 叫他画画之外 我们每两年就会替他举办一次画展 那因为我们去年就在这个地方 办一个慈善拍卖 就是为了这一次展 所以希望透过这个展览可以更鼓舞人心 让大家就是更有幸福感 那然后所以这个对我们来说 它不只是一个工艺的展 它更是结合一个就是艺术创作跟工艺的一个 我们说一个金金蓝蓝的一个回家的路 这次展览是以花莲的蓝为主题 有绘画作品 有摄影作品 艺术家们感动于金跟红的毅力 也透过这次展览 呈现出令人赞叹的艺术创作 我觉得是一个延伸的概念 因为从一开始是拍跟红嘛 然后跟红带出了跟红的蓝色这件事 然后我觉得其实让我联想到的是 我自己喜欢拍人 然后拍人我喜欢用45度角的方式去拍 然后我就发现 它的蓝色跟这个45度角的概念 就是帮我带出了 我觉得让我结论了 我在拍照这件事喜欢的那个感觉 那个45度角跟自由 我觉得它是个等号这样子 对啊 所以就是跟红的45度角 就是画笔人生 然后带着我一起飞翔 我发现这样 我没有想过说我去接触到这一块 虽然我原本就是有接触到这个 但是没有实际上去用摄影的角度去接触到这一块 所以我觉得我是用我的蓝天跟海 因为我本身就是宜居花莲嘛 那我就是从海岛离开的 所以我就觉得海对我就觉得很有力量 所以我就觉得这种东西用在跟红的身上 我觉得很有力量 所以我就觉得说我的创作理念就是用 就是想要把美好留下 然后此刻我就觉得很幸福 筹办这次展览的台湾代用课程协会 是一个在偏乡部落举办艺术陪伴为主的公益团体 这次展览作品全数意卖 要作为金跟红代用课程的创作基金 策展单位希望大家可以前来观赏 品味花莲的蓝 也认识这些在生命当中在艺术上努力的创作者 让观展民众也可以获得生命的鼓舞 这里会幻视报道